五谷区公所在立体停车场来举行了普渡仪式 而各单位都准备了多项的物品要来祭拜好兄弟 并且请来了法师来诵经 为来年的平安顺利祈祷 而区长到各礼境内来绕境 与乡亲们一同来虔诚前拜 来保佑四镜的平安 五谷区公所为研习中华传统文化 祭司先祖及好兄弟15号在立体停车场举行普渡仪式 公所同仁各里里长及地方上的机关团体 也都一同前来拜祭 今天是我们五谷区的全区的大普渡 是由我们公所主办 然后我们各界的代表 各界的议员 地方上的四身 里长 各公庙团体一起来战破 我们就希望说在我们五谷的地方 能够风调以顺 趋正顺利 然后大家身体健康 这项五谷区历年来既有的传统普渡仪式 各单位准备了多项物品来祭拜好兄弟 现场也请来法师诵经祈祷来年的平安顺利 我们会有绕镜 用车辆绕镜 这是我们已经传好几年的传统 希望透过绕镜 然后在各个地方 在我们区内里面 保佑大家平安顺利 随即区长到各里内绕镜 与乡亲一同虔诚祭拜 希望这些平日无人四奉的无主孤魂 能感受到人间的虔诚与尊敬 在享用大家的贡品之时 也能为地方带来一整年平安幸福的好日子 记者胡萱五谷采访报道